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中心是2000年成立的 是因为我们拿到时效 雁花量 也有几百万 其中之一就要成立伯母中心 2002年的时候 这个第一个重新的建筑物 四百多元就盖起来 然后也得到第一个扩端计划 之后在2006年 这个扩端计划我们做得还不错 就给我们第二期 第二期的同时我们拿到五年五百亿 五年五百亿我们一年拿到七百千万 都是给我们重新的 规定有一半的钱要买仪器设备 所以我们现在一期设备大概有两亿多 就是这样比较出来 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希望 我们这个同仁都觉得 我们这个重新应该是要整合 上中下游的跟薄膜有关的 比如上游你是做薄膜的材料 中游嘛做这个设备 或者是应用 下游的人可以使用这个薄膜的技术 另外呢 我们出来我们的这个研究量能 产生以后我们的希望能够走出世界 我们要把薄膜的技术能够在世界 花光 可以能见度增加 那希望我们这个中心能够成为一个 技术族 薄膜设计跟薄膜应用方面的一个 一个变化中心 我们从这个2000年开始到现在 那么这十年里面呢 中心呢不断的茁壮成长 那么以现在薄膜中心的规模来讲 我们大概有校内属于中原大学的这个研究团队 还有14个教授呢 那么在中心来大家共同研究 那同时呢 我们也有外面的这一个教授来自 台大清大中央原子一场跟教授群 那么一起在中心来共同来研究 跟努力大概有11位教授 所以中心现在大概有25位 我们来自中原大学本身 以及校外的一个职业团队 那么为了要精进中心的整个研发的实力 还有团队的这一个世界的世界观 那么中心有国际的consulting顾问 那么来跟我们来共同来订定中心的发展 一个目标以及技术的一个层次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 那么中心的团队就有国外的顾问 由我们自己国内的团队 那么共同把这个中心 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 那么中心现在25个团队成员里面呢 共同来使用的这个中心的面积呢 大概有3500个平方米 我们有四栋独立的建筑物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呢 在亚洲地区的话呢 也首屈一指 那么在世界的话呢 跟各个团队来比较的话呢 我们也不妨多让 所以在整个光摩中心的专家团队 研究空间来讲的话呢 我们都是属于在 世界算四 属于属一属二 那么也是国家这么多年来 不断的给我们支持 让我们能够开发出来 回归给国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果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下的话 重新发展到现在呢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技术的特色 那么当时呢 我们是归属在民生化工里面 希望去解决台湾当时没有办法触碟的大量的肺容器的问题 所以薄膜中心把这个当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职责 我们开发出一套有机会取代传统化工商 利用蒸留所不能做的事情 那是一个渗透增化的程序 那么这也是一个薄膜程序啦 那么它的特色 它可以节能 比传统的这一个化工程序呢 在供费的这一个分离上呢 大概也节省了 它的能量大概只有供费商量都有七分之一 那么在这个能量节省的一个要求之下 我们开发出来的一个系统 这四年来呢 我们大概小型的系统呢 已经成功计算给商业实际上在运用 那么针对这个易冰存的存化 酒精的这一个脱水 那我们从系统开发出来的薄膜程序呢 都成功的进行计算 那么这个是在前一段时间上所做的事情 在后一段时间呢 我们再把这一个技术再进一步的来深化 所以我们就申请了这一次的这一个三学校联盟了 那么就是为了说 让博膜中心这四年来所开发的技术呢 能够进一步的跟业界来连接 那我们创造一个技术平台 那么在这个技术平台上呢 把中心所谓的技术呢 我们能够链接起来 那么像刚才这一个让教授所提到的 我们靠一个 靠抗物的一个技术 建立出一个平台 这平台呢 把这一个技术呢 应用在博膜的蒸馏 或者用在博膜生物反应器 或者用在未来我们生智能的开发 所以在产品学小联盟里面 我主要有两个大的面向 一个是水资源 一个是细能源的开发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希望说把中心 这十年来的这一个技术 把这十年来所开发的一些知识 那么能够确实的落实到这一个业界来 那么能够把国家所支持中心的哪一分钱 做最大的一个利用 那么这是 业界跟学界这间平台的建议 中心扮演这个角色 那么在技术的层次上 当然我们已经有 深刻证法技术 实际转出去 我们现在在抗产 有整个pattern 起来的核心技术 就在小年们里面 我们会不断的来公告 也不断的来跟这个业界的朋友 来交换意见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从客制化的角度 来满足业界的一个需求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成果中 我们中心拥有非常多的自主性的一个专利 拥有自主性的一个技术 我们可以从薄膜最原始的原料端 一直到最后的系统组装 我们都可以有一系列的一个 技术平台建构起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在这一个小联盟的一个支持之下 有一个更好的舞台 那么让中心来扮演 那么把业界跟学界的确切事实呢 把它演进下来 我们这个计划其实 主要是因应这个小联盟的计划去构思 那其实在那个 一般的研究单位 尤其是学术研究单位 其实它会跟 产业方面是有比较大的那个 距离是在于就是 我们从那个研究角度去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做出来 其实都是属于实验室等级的 一些技术 那如果说要往产业方面 推展的时候 其实它其实会面临到问题就是 从实验走向工业化等级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 次度放大的问题 那这实际上是 在技术开发层面是 不需要挑战的 那还有就是说 其实开发出来的技术 其实在未来的产业界要使用的时候 其实它会面临到 而是否很稳定 灾行其实是很高的事情 所以 这都是我们 未来跟产业一起做 合作的时候 会需要克服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在整个计划 其实规划的时候 其实是以 部末中心其中一个 发展比较久的技术 就是用来做所谓的 部末抗物 抗物 生物粘连的这个 技术核心出发 来设计这个 计划案 那其实未来这个技术 做出来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跟 台湾的产业 其实我有三方面的一个 一个机会 一个是 使用在所谓的 民生或是工业 废水上面处理 可以把这些废水里面的一些 不该排放的一些 这些物质 进行 例如说 存化分离 那事实上 我们就可以来设计所谓的 生物 生物反应器 那这时候就可以 利用部末技术去做到一些 水的存化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技术 用来做所谓的 部末蒸馏的程序 那事实上这个 可以用来做所谓 海水淡化 就可以让我们得到 从海水之间 得到比较高纯度的水 甚至也可以去 解决一些工业上的 水处理的问题 那最后其实 整个营用上 还可以推展到一些 部末生化分离的程序 那例如说 我们现在中心有去看 码发一些技术是属于 可以用来做 血球分离的一些 医疗用途的一些 部末的系统 那未来就是可以 跟医院这边做结合 码发一些高阶的 部末分离器 去做一些 医疗用途 那甚至也可以 往所谓的 现在那边方面走 像可以做 生质柴油的存化 那可以把 油水做分离 因为油很容易被 污染到 我们部末系统 可以做抗污抗油的设计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一个 高品质的一个 身材用 对 大概就是 往这几个方向走 部末中心的发展呢 那么从这一个 两个面向去看 一个就是 如何从 业界跟学界之间 建议连接的平台 除此之外呢 部末中心最重要的是 是去发展基础的一个学理的研究 去探讨 波末整个的发展的结构 所以 波末中心 以目前来讲的话 有一个 独步全球的一个设备呢 我们叫它是 正电子的分析技术 那么在波末中心里面呢 有两套截然不同的正电子系统 其中第一个呢 我们称为所谓的 Box System 就整体系统 它可以看到 整个高分子波末呢 那么它的自由体积 还有自由体积的分布 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去分析 一个非对称的波末 那一种很微观的 特殊位置的自由体积 还有自由体积分布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要用 新的一个技术呢 我们称为所谓的慢速正电子 那么慢速正电子 这套设备的话呢 那么目前在全球真正拥有的 那么在亚洲地区的话呢 有日本 台湾跟新加坡 在美洲地区的话呢 那么大概全世界加起来 也不超过十步 能够真正能够work 那么台湾在这一个地方 不但拥有 而且我们还有自己 独特的一个技术 那么来分析波末的结构 所以在正电子的分析上呢 我们是领先全球 以目前来讲 我们可以分析 肝的状态下的波末 也可以分析 在湿式状态下的 一个波末的一个自由体积 跟自由体积的分布 所以现在 这样的一个研究的量呢 就吸引了整个欧洲 美洲 还有大陆地区呢 非常多的研究团队 那跟我们结合在一起 我们能够来共同探讨 那么波末的一个很围观的 自由体积 自由体积分布 因为这两个性质呢 会影响到分离的效能 从自由体积的大小 可以决定的这个波末呢 它的通量的高低 从自由体积的大小 它也可以决定这个波末分离 效能的好跟不好 所以呢 这是一个波末中心最引以为傲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资产 所以我们常常把它称为 这是波末中心的正管值 从教育的层面 从研究的层面 我们研究已经相当不错 那教育的层面 是要让这些学生啊 能够有一个国籍观 所以我跟法国 这个双边的这个研究合作 我们做了六年两期 这个孟贝利亚大学 然后呢 也跟那个加拿大的这个 这个 他们叫NRC 那我们也合作三年 那现在更跟 又最近签了一个月 跟那个 化狗的这个 Tulus大学 也在合作 那我们这个双边的合作啊 我们真正是完整的 那我们有禅出 我们有论文 学生能够到国外去跟他们交流 他们学生也派来自我们这里 所以我想这个教育的方面 我们是要往 除了我已经砸了还不错的根以外 还要让学生能够有国籍观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 我们的薄膜中心啊 在世界的这个 这个影响度 就会大一点 那所以 大家对会 有研究有信心 教育有交流 那 我们的成果 能够跟这个业界 能够有所 有密切的这个活动 我们是 他们的人员 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做实验 那他对于这个 这个技术的价值 他就有认知 那他就会用比较多的钱来 来寄转 我想这个是 我们希望 如果他寄转能够多一点的话 那我们可以回归再做研究的话 那我们这个中心 能够把我们研究的量能更提升的话 那对我们台湾的这个国模工业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